二珠铺地砖 王毅指挥着贴塑料墙纸 当天就把浴室给收拾出来了 傍晚社员们便过来成群结队地看看自家的浴室 王老师 到时候是不是用那个太阳能的锅子来烧水 然后倒入这个澡池里头泡澡 用太阳能的锅子来烧水 王毅把搁在角落里的两个大箱子推出来 不用锅子来烧 你看这有什么 太阳能不光有灶态 还有这洗澡用的皮带子 19号农历的10月初 好些人等着今天 大清早的就由老汉拿出皇历来查皇历 说今天事不适合洗澡 王毅听说这事后都猛了 别搞封建迷信了 愿意洗澡的就去洗澡 不愿意去的就不要去吗 第一拨人进去 里面的人大呼小叫 乱尖的搞什么东西 不知道的还以为都让狗日了 跟你们说啊 我掐上表了 十点钟 顶多十点十五分钟你们都给我滚出来 社员们洗完头洗完澡 干干净净 想要洗澡的越来越多 连一些老人都动摇了 洗那么多澡干什么 我听东宝家媳妇说 洗了澡吃饭更香 这是什么混账话 真的 咱身上有骚臭味 习惯了感觉不到 但吃饭会染到菜上 洗干净后再吃饭就感觉更好吃了 什么 犹豫了好一会 最终还是决定向饭菜香味低头 老汉们听了他的话后猛了 二十号礼拜六 王毅傍晚领着孙征南和徐恒去县礼 三人去工人新村 直接进入一号楼 几位同志 你们是来找十佳的 王毅回头 一名少妇警惕地看着三人 我们是来找孙主任的 那你们找错人了 孙主任从来不收人的钱 也不给人办事 这时候一个钟老年妇女出来 小敏 你家那口子怎么回事呢 怎么又往家里收拾东西 还嫌咱们这层楼不够脏不够乱的吗 小少妇顿时露出尴尬之色 赶紧低着头往里走 钟老年妇女追上去 王毅他们上了二楼 孙维明住的十一号房间 徐恒掏出根铁丝和一根发卡开始干活 孙征南把门拉开了 这么一桶就开了 徐恒愣愣地看着他 孙维明平日里不锁门 行了 去楼顶等着我信号 独自一人进门 将门锁反锁 然后打量屋子里的空间 进入时空屋 拿出针孔摄像机 放在了窗户左上角 将纤细地往线放出去 徐恒将往线拉到五号房间的窗口 王毅来到五号房间一看 竟然空着没人住 有了个好主意 三人回了天涯岛 今晚没事了 明天傍晚咱们去县礼一趟就行了 22号10月初八 县里送来渔迅会站的通知 王向红看了看 看看吧 你不是想要见识渔迅会站 用不了多少日子就来了 王毅接过通知书 如果开展渔业大会站 劳动力就得撤回来 装摇厂建设工作得停工 暂时停工也没事 老徐刚给咱联系上煤厂 距离开工还有日子呢 已经联系上煤厂了 王向红点点头 马六突然快步上门而来 你怎么了 马六把他叫出门 你还记得咱们抽奖抽到摩托那天 碰到过一个跟流浪汉似的男人 不 记得 他找到我了 王老师你也知道 我以前就是个流浪汉 看到他那样子挺不忍心的 加上我也想要跟你学习 做一个善良大方的人 就请他吃了一顿饭洗了个澡 结果他就认定我了 我没下善良大方呀 我都是得确定要帮助的人是好人 才会大方的出手 对 我也觉得这个金灵虎是好人 等等 他叫啥 金灵虎 你不记得了 金灵虎 这个名字有点熟悉啊 他们下山走向码头 林金虎同志 你怎么来我们岛上了呀 王老师 我不请自来 你不要 猛地反应过来 王毅叫的是林金虎 王老师还是厉害 早就知道我的身份了吧 我这算不算是送上门来 林金虎被通缉了 王毅不管这件事 实际上林金虎在两年后投案自首 没多久就被放了出来 林同志 请跟我上山吧 王毅领着他上山 进了教室 有句话叫做乾坤未定 你我既是黑马 胜负未分 谁敢自称赢家 林金虎明白他这话的意思 王老师 你知道我是被冤枉的对不对 请您务必拉我一把 如今我已经无处可去 我知道您这里有买卖 如果您不嫌弃我 那我想在您这里干买卖 同时向您学习 待在我们岛上只能补一补下 你能 我能 我什么苦都能吃 只要能待在您身 跟着您学习就行 王毅听着他的话心里一动 林金虎对五金和机械行业颇为精通 自己要给涉对企业建小机械厂 却苦于手头上没有人 现在人才不是来了吗 但他有些犹豫 怕自己带过来的机械或配件会不会让他看出问 此时林金虎以为王毅不相信自己的决心 王老师 这样吧 您手头上有没有特别难的工作 您交给我 我来展示一下我的决心 生产队还真有个难活力 王老师 江南二机械的那些专养设备 这是什么难活 能不能给我说说 王毅便把江南二机械工期紧张 帮生产队定制了一批机械工具 却迟迟没有发货的事说出来 王老师 请您务必把这份工作交给我 杨历年之前我要没把机器带回来 那我绝对不留在岛上 你要是愿意试试那就试试吧 不过你不怕身份出问题 我给生产队的设队企业办事 咱们生产队不得给我开个介绍信 林金虎人不错 他可以留下来暂时收归几用 然后把他送到红树岛上 机械厂秘密也设置在岛上 王毅给他重新起了个名字林金龙 下午他领着孙征南和徐恒出发 靠上线码头 三人去了工人新村 徐恒在外面把风 孙征南在楼后把风 王毅进入五号房 太阳落山 孙伟明回来了 给自己倒了一杯热水 坐下喝了起来 王毅盯着屏幕看 感觉哪里不对劲 就在这时候 衣柜门忽然被推开了 一个女人钻出来 王毅定睛看向屏幕 发现这女人自己认识 这不是昨天碰到过叫小敏的小少妇 她应该住在一楼的一号房吗 迅速判断出 孙伟明家的衣柜有问题 恐怕跟楼下打通了 这回小敏坐在孙伟明腿上 小敏喝掉白酒给她喂进嘴里 王毅乐了 本来准备装国家异能特攻炸孙伟明 如今好了 她不用打电话了 她要抓奸 出去找到徐衡 昨晚的小敏记得吧 她正在跟孙伟明捣破鞋 你快点去找她男人 另外记住了 小敏家里南卧市东北角 应该有个密道能上孙伟明宿舍 你们就从那里上来 徐衡顿时雷厉风行 王毅回去五号房屋 又盯着屏幕看了起来 孙伟明已经开始骑马了 徐衡身影出现 一个穿着蓝色功服的青年惶恐的跟在她身边 四个人并合一路 你们谁 别废话了 自强同志 我们都是见义勇为的无名英雄 现在赶紧去你家 他们进入一号房 王毅上去拉开衣柜 你赶紧带自强上去 孙老师咱们去楼上 兵分两路 两一夹击 两人往楼上跑 冲到二层的一号房门口 你能开门锁 往里冲 正好看到小敏光这身子从大衣柜倒退出来 自强的身影接着出来 呆呆地看着自家娇妻 看着孙主任 媳妇儿 她 她又没有把你弄疼了 小敏听后低下头 抱着被子往墙角躲 什么破壁烂掉的玩意儿 帽子被卡住了 过来拉我一把 你们别光自己看啊 让我也看看 媳妇儿 你怎么跟孙主任搞破鞋啊 左邻右舍分拥挤进来 什么 孙主任搞破鞋 还有 孙主任看着个头不小这家伙神不大 谁给小敏的被子 妈的 我还没看呢 挤进来的人越来越多 我不是搞破血 是康晓敏 是是是这娘们强女干我啊 祖组之上要给我主持公道啊 康晓敏顿时炸毛了 姓孙的你不要脸 第一次是你强女干的我呀 我那时候都不知道我将屋顶是暗道 那天你喝醉酒跳下去把我强女干了 后来又威胁我又诱惑我 自强不要命的扑倒了孙维明 冲他开始轮王八卷 最后连装满仓都来了 这时候王毅已经回去了 兄弟们 为了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把最新一集放到左下角链接里了 点击链接可提前观看下一集